直到早上的晚些时候才被找到目前也送往了艳势官办公室 洛杉矶华人资讯网7月7号记者森蒂独家报道 洛杉矶县警局棕古分局在6号宣布在近日的一次执法行动中逮捕了一名已经被定罪的重罪犯 男子私强90多支幽灵枪 大容量的弹夹 1000多发的子弹和各类毒品 这次的行动名字叫做非法枪支行动由棕榈谷分局牵头合作打击犯罪小组 假释合规小组协助最终的是将罪犯逮捕 LA Times7月7号报道 一名在过去13年因为